向受害的小男孩的家屬 以及全國的人民 致上最高的歉意 跟最深痛的哀悼 兒童聯盟董事長親上火線 深深一鞠躬 向家屬大眾致上最深的歉意 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們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兒童聯盟 是將孩子 兒童 視作自己的孩子一樣 那現在這個孩子 生命的隱落 就如同我們自己孩子 生命隱落 我們非常非常的痛 去年兒童聯盟委託台北市一名 留性保姆接手照顧 一歲十個月大的男童凱凱 現在卻遭到疑似保姆虐待致死 凱凱傷勢嚴重 牙齒不齊全 雙手受傷 腿被打到變形骨折 頭部淤血 留性保姆卻說是小朋友自己 造成 法醫相驗後拆穿謊言死因除了外傷之外 還有營養不良導致休克 說社區托育的孩子就是生病 希望我們延後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就是對 我們是配合他延後 那當然我們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四號 收到這個不幸的消息 而福聯盟社工曾經前往訪室 並回傳照片給外婆 當時額頭就有大片淤青 還腫起來 並認為是適應不良 在去年九月二十五號 十月二十三號 十一月二十號 三次探視都沒有發現異狀 也沒發現他身上油傷 十二月底的訪室 被保姆一再延後 之後就在十二月二十四號 收到離世消息 而福聯盟還被指控 不讓親友探望 就連傳的照片也有漏洞 之前社工將保姆拍攝的影片 傳給開開阿嬤 卻忽然表示 自己把之前的照片也傳進去 不小心傳錯了 明明九十十一月都聲稱有探望 但內容以及訪室報告 都沒有得到正面回應 而福聯盟 今天也遭檢警搜索 北市內湖總部 社工以證人身份 向檢察官說明過往狀況 雖然兒福配合調查 週四也將召開 專家學者會議檢討流程 但一個還來不及長大的寶貴生命 令人不捨 防患新聞總部報道 最多的道歉鞠躬 感同身受 都沒有辦法挽回小小的生命 這回各界的怒火 包括了曾經擔任兒蒙大使的 藝人隨唐 歐陽靖等人 都發文表示不滿 甚至有常年的捐款人 醫療集團的董事長 更出面痛批 他們認為呢 整個機構的行政效率不張 顯而易見 不過事實上呢 更讓人發火的是 在整個道歉的記者會上 不斷強調的是 社工有按照現行的SOP進行訪視 那為什麼會訪視出這樣的一個悲劇呢 就有其他的專家點出了 用事先約訪的方式 保姆很清楚何時會來訪視 如此一來根本無法得知 兒童真實的生活情況 台北市留信保姆去年受到兒福聯盟 委託照顧一歲十個月大的男童凱凱 沒想到涉嫌虐童致死引發重怒 現在連長期的捐款人都忍不住 出面痛批 快來吃飯囉 再不來媽媽生氣囉 曾經大手筆捐出一千兩百萬元 給兒福聯盟拍攝愛兒便當 券目基金廣告 醫療集團總裁表示真的很失望 認為現在的兒福聯盟 螺絲整個鬆掉了 那也就是說這麼長時間 那麼大的機構當中 還能夠發現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只捐款人看不下去 兒福聯盟臉書哀悼文被網友慣報 短短不到一天時間上萬則留言 滿滿都是怒火 曾經擔任兒福聯盟大使 藝人隨堂心痛發文 說這已經不是虐待 而是虐殺 專家點出首先訪視的過程 就有大漏洞 這個孩子事實上是365天 24小時在保母家 沒有另外一個人幫他把關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不預告訪視 一般保母都要不預告訪視的時候 我完全不能接受說 你還用約訪的方式 現行針對居托人員 也就是保母的探訪流程 在個案安置在保母家中後 第一個月至少訪視一次 之後每兩個月至少一次 同時保母每年要教育訓練6個小時 但這一些都得配合 保母的時間 訪視社工根本無從得知 個案孩童最真實的生活情形 今天保母這麼多 不是拿到合格證就表示萬無一失 否則過去不會有合格保母 你虐孩子的事件發生 另外一次的訪視時間 也因為社工人力不足 長期受到壓縮 無從瞭解細節 只能走馬看花 讓無辜的孩童 變成了壞心保母的情緒 犧牲品 八大新聞和平 李松原採訪報導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